怎麼辦?有個朋友打給我,但我又不能不接她的電話 可不可以隨便聽完就算了,但我不知道怎麼辦 不如你試試裝電話訊號收得差,然後我就隨便切線 怎麼可以裝電話收得不好? 其實有方法的,馬高這集就會教你 真的?原來有這個方法的,你現在才跟我說? 嗨嗨,歡迎收聽咖啡馬高 不是,咖啡小屋,我是店主馬高 那我今集就想分享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偷懶的趣事 那怎樣偷懶都可以分享呢? 而這件事就是發生在我上班工作的時候偷懶 然後有人打給我,而是我老闆打給我 你知道啦,有時候有些工作是要出去工作的嘛 那我有時候出去工作,遲了少少回公司 都是無可口非的 那當中我去了哪裡,又有誰知道呢? 對不對? 正正就是這樣,我就成功去偷懶 那我那一天就出去工作幫公司 那我就出去做完我要做的事 那我呢,理應就要回公司 自己坐車的 那我呢,就 啊,未吃早餐,不如去吃沙爹牛麵 吃個茶器先啦 那我就去了附近一間茶器 就打算吃東西的 吃早餐的 然後呢,我就喊了一個 沙爹牛麵,配個不知道什麼 多士,喝杯凍奶茶,麻煩 快的 哈哈 那那個人呢,就去啦 然後呢,我就在這裡按電話 然後呢,我就在這裡按電話 然後他就說,啊,帥仔 沙爹牛到啦 奶茶一會兒啊 OKOK 然後呢,我就準備吃啦 然後我主觀突然 是不是扮得很像 然後他就打來,然後就說 馬高,你去到哪裡了,搞定沒有 你搞定就回公司了 公司有東西要你幫忙做的 然後我就說,啊,我剛剛 上去,快搞定了 這個時候呢,我是在聊電話的 然後呢,有個店員走過來 拿著我杯凍奶茶 喂,帥仔,凍奶茶是不是你啊 然後,我很害怕 然後我很害怕 在電話裡給他聽到 我就立刻假扮咳 做完事回來的 然後那個阿姐呢 就要補多一句,就在這裡說 帥仔,是不是你啊 凍奶茶是不是你叫了啊 是 然後呢 我立刻按住那個收音的電話 那個位置 然後我跟車官說 是呀,是我的,OK的,麻煩 然後我跟車官說 是,是,我現在馬上回來了 是,很快 因為這邊有點塞車 是,回到告訴你,好嗎 是,好吧,拜拜 我收到線了 所以我那一刻是不知道 究竟我的主管 我老闆是聽不聽到 那個女人在那裡放下那杯 凍奶茶 那句呢 如果聽到就糟糕了 結果到最後我回到公司 就發覺 原來他沒有聽到 沒事 幸好 嚇到我瘋了 哇,走壞音 真是瘋了 因為這件事之後呢 我就發明了 不是發明的 總之我有一個方法 就是扮電話收得差 然後迅速剪線的方法 這一招呢 是很好用的 可以用來偷懶 或者騙男女朋友都可以的 嘶 聽著這一集的 你學完這一招 不要教人 因為你用就好 你不要讓你另一半知道 知道嗎 好了好了 那這一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呢 就是扮信號收得差 那怎樣做呢 就是一般電話 有個Mill咪的按鈕 首先呢 你就完整說一句說話 就像現在我這樣說 喂,這個超市的東西都挺便宜 外面賣10元一枝 現在這裡賣9.9元 便宜了1號 喂,你是不是收得不清 還是我收得不好 喂,我一會兒一會兒出去 再打給你吧 喂,拜拜 對啦 例如好像這樣說 如果我將這一句 重複一次 然後呢 我就將它那句說話 不斷狂按 Mill咪的按鈕 就會怎樣呢 你聽一下 喂,這個超市的東西 外面賣10元 9.9元 1號 你是不是收得不清 我一會兒一會兒出去 喂,拜拜 沒錯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 就是斷斷斷斷斷的 其實這個是手動按Mill咪 而產生的斷斷斷斷 那別人呢 遠距離聽 其實是覺得好像收得很差 然後抖抖抖抖 但是重點 你做這一招的時候 是一定要完整說一句句子 你不要假裝 我呢 今天去 吃 沙丁牛 麵 你不要這樣假裝 你這樣假裝 所以你要完整說一句 我今天呢 去吃沙丁牛 但是呢 不斷狂按Mill咪的按鈕 就會聽到 這樣 這招是不是很好用呢 收完這招自己用好了 不要教人 對啦 這一集呢 如果你想那個人學會的話 就傳給他聽 這一集 好了 這一集完的了 是這麼多的了 多謝你喝完這一杯 我為你特別如煮的咖啡 希望你下次再光臨我的咖啡小屋 我是這裡的店主馬公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最近每次完都完都很快 拜拜